我们的世界的空间连读疑问 不同问题的三个套路 中国的信号是什么? 用了Lang March 5B 我们的海陆和深空的讽则 是可能是一个艺术的魔物 是 这是一个问题的世界的空间连读疑问 很棒的问题 长征五号火箭自己已经执行过月球探测 核深工探测任务了 中国的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探测器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 就是用嫦娥发射的 但是不会用嫦娥B来发射 嫦娥和嫦娥B的区别是 嫦娥五号B 它是发射近地轨道的 那么深空探测 需要更大的速度增量 比如我们打的嫦娥 打的天文一号 它要到第二个速度 到每秒11公里以上 所以不会用嫦娥B来执行这个任务 那么将来 我们肯定在中国的未来的月球探测 深空探测里边 长五火箭本身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是长五系列火箭会发挥更大作用 会不会将来有长五C长五D 实际上是长五是系列火箭有六种共性 ABCDEF 这都已经设计好了 在最初的规划就把它规划好了 而且当时最后规划不仅仅是这样 包括长五的助推器拿来 也可以单独做火箭 比如三比三五助推器 就是今天的长征7号长征8号的前升 所以当时我们最早搞长五研制的时候 其实不瞄着这一个火箭 瞄着整个新一代的系列火箭